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最近这段时间,我老公总是失眠睡不好觉。 一位好心的邻居老中医推荐了一个房子。 老公喝了几天之后,失眠的症状感觉好了很多的, 而且一早都睡到天亮了。 今天就把这个特别好的治疗睡眠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 我们先准备几颗核桃。 今天用的是核桃里面的分心木。 分隔核桃仁的那层木质隔膜。 我们平时吃核桃的时候,只吃核桃仁,会把分心木丢掉的。 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,这个分心木有很多的作用的。 这个分心木的第一作用就是能够治疗失眠的。 如果是你经常失眠,多梦,睡不着觉, 我们可以用分心木泡水喝,早晚喝上一杯。 一段时间之后,失眠症状就会好了很多的。 分心木的第二个好处,能够补肾补肾的作用。 对于一些深血的人群,特别是男性朋友们, 性功能障碍的,我们可以用这个核桃分心木泡水喝它, 能够起到一个提高性无能的作用, 不慎故慎的好功效。 分心木的第三个好处, 具有很好的补血活血的作用。 特别是对女性朋友们来说, 病菌失调,或者是尿血的, 我们可以用分心木泡水喝,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补血活血, 调精止痛的效果。 分心木的第四个好处, 能够治疗腰腿痛的。 我们用分心木长期的泡水喝, 能够对缓解中大年人的腰腿痛痛, 或者是腰背痛痛都有很好的效果的。 分心木的第五个好处, 能够固本补气的作用。 经常用分心木泡水喝,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固本补气, 能提高人体的抵抗力的, 增强免疫力,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。 分心木看似比较干净, 但是有一些杂质灰尘, 我们需要洗一洗, 洗过之后, 再浸泡20分钟。 浸泡的时间, 我们准备一颗苹果, 我们用手搓一搓, 把苹果清洗干净。 苹果不需要太多了, 一小半就可以。 苹果表皮有一层辣质, 采用了农药, 细菌的。 我们洗的时候, 加一勺湿盐洗, 加一勺湿盐洗的苹果特别的干净, 去除了一些辣质。 它又能药。 苹果皮一定不要丢掉的, 很多朋友们吃苹果的时候会把苹果皮削掉, 其实苹果皮富含比较丰富的果胶的, 营养这些的丰富。 所以平时吃苹果的时候, 只需要把苹果皮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苹果皮中的黄铜类物质, 能够预防我们的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而且苹果中含有的纯天然的抗氧化剂, 还有虎皮素。 而这些物质能够改善肺部的功能的, 可以起到保护肺部的作用。 以后吃苹果的时候, 苹果皮不要再丢掉了。 苹果的营养是极其的丰富的。 老话说, 天天益苹果, 医生远离我。 我们多吃一些苹果, 最新的好处是很多的。 苹果我们需要去掉糊, 这个糊含有一些青青酸的物质, 所以一定不要食用的。 如果青青酸, 它让它沉浸在身体内, 会导致头痛, 头晕的情况出现。 苹果糊可以多去除一些的。 再准备一把红枣, 我们抓拌抓拌, 把红枣清洗干净。 红枣是特别好的保健食品。 红枣里面富含比较丰富的铁元素, 而铁元素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必要元素的。 经常吃红枣, 能够补气生血。 而且红枣还含有黄铜类的物质, 能够疏干解育, 养血又安神, 镇静催眠的作用, 并且红枣还能够减轻毒性的物质。 对于肝荡的随害, 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荡的作用的。 接下来准备一根山药。 山药用铁棍山药, 营养更丰富的。 我们戴上手套, 把山药的外皮去除。 很多朋友们都知道, 山药能够含好的健脾味, 并且山药有很好的, 固肾不肾的作用。 假如我们是身躯不足了, 已经尿贫了, 可以多吃一些山药。 如果是经常晕车的朋友们, 可以煮一些山药水来喝, 先只喝上一个月的时间, 晕车的情况又还好的明显改善的。 再准备一把枸杞, 枸杞的功效特别的显著的, 能够害好的刺阴润肺, 补肝明目, 还能够缓解失眠的症状, 能够抗衰老, 改善视力, 避防禁止的。 枸杞主要用于治疗根肾阴亏, 肾阴不足, 包括统阴木穴, 腰细酸软, 乏力的症状。 现在医学研究证明了, 枸杞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的, 主要体现有盐和烧脑的作用, 因为枸杞当中含有比较丰富的枸杞多糖, 维生素E, 呼噜不素等等, 这些物质能够害好的抗氧化的作用, 而且还能够预防禁止, 缓解失眠的症状的。 枸杞多糖可以改善视力, 比方说视力障碍有问题的, 可以多喝一些枸杞茶水来改善。 如果经常晚上睡不着觉, 睡觉之前可以喝上一小杯枸杞茶水, 能够好好地缓解这些情况的。 枸杞虽然比较好, 营养比较丰富, 但是呢, 一天吃的量不要太多了, 十几克就可以, 这的话容易上火的。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里面, 加入清水可以多来一些, 我们焖煮30分钟就可以了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发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焖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, 我们不需要放糖的, 因为红枣有甜味, 喝起来口感微微的甜, 比较好喝。 我们每天早上喝上一碗, 坚持一个星期的时间, 睡眠症状有很好的改善的, 并且体力也足辣, 特别的有精神。 我们皮肤看起来红润有光泽, 脸色越来越好看了。 如果是经常失眠的朋友们, 晚上睡不好觉, 第二天没有精神的, 可以经常的喝着老汤, 喝上一段时间后, 身体就会明显的改变的。 身边的症状没有了, 并且气色越来越好, 越来越年轻。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,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了, 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电话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普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